姚美琴今天邀请你来 姚美琴是一名记者 工作忙碌 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 加上儿子是过动儿 种种压力令他常对家人态度不好 他脸很黑 好像前世间欠我这样子 讲话一整间写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课好 就会打我们吗 而是更重要是透过忏悔 去了解到我如何从我自己 本身的深厚意当中 去修正自己的 这个身口意上面如何回归到 不要再犯 繁重的工作与生活 姚美琴的压力没办法抒发 但是来到慈激参与水窜演绎 让她的心灵获得了平静 其实我可以靠下整个烦恼 我就是专注于在 进行水窜的一个练习 然后你才从那个经文里面 尽量去体悟 逆风扬传伤至深 这一句经文 让原本就觉得 愧对家伦的姚美琴 忏悔并开始改变对家人的态度 如果我大声骂我的孩子 我对老人家有气不好 我内心就很愧疚啊 就伤到最深其实是我 还会好好跟我们讲 然后我们也很开心 她现在是讲话也比较温柔咯 那么脸也是时常带笑容咯 参与法屁如水精脏演绎 在佛法中学习忏悔 姚美琴的家庭气氛变得和乐 大约新闻饶舆论 郑庆龙马来西亚马六甲报导 祝佛上山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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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